哎 上次拍螃蟹爆米花火了 这个给你们来个乌龟的 哎 你说这玩意还挺神奇是不是 先夹片了出各种各样的图案了 什么小螃蟹啊 小鱼啊 小乌龟啊 还有什么车车轱轱啊 哎呦妈呀 但咱小的时候 哪有这些这么多好 这么多种图案的对不对 哎 现在我们开火啊 先给大家做一锅 乌龟爆米花 开火之后啊 还是老样子啊 搅拌啊 一定要搅拌均匀 受热均匀啊 这样的话咱们做出来的爆米花才是又大又圆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这才是充分的去爆开了 你活小了就爆不好了 哎 继续搅拌 跟着我这么做就行啊 一定要搅拌均匀啊 别偷了啊 因为让你们看看 小那个小小螃蟹 老说小螃蟹 让你们看一下小乌龟 它是怎么爆开的 好有趣的 它不再来好看啊 还好吃啊 很滑啊 哎 看到了吗 小乌龟要爆了啊 小乌龟爆了爆了 哎 爆了爆了爆了 哎 这个时候咱们玉米粒也快要爆了啊 赶紧去把盖子拿过来 敲分下 开上盖子 盖盖以后啊也别拖懒 就这么换锅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六圈 七圈啊 咱们能放 能换多圈 有多少圈 咱们就换多少圈 好 再爆了差不多 关火 哇塞 看到吗 我的小乌龟哎 太可爱了吧 巨好玩哎 哎呀 这个又好玩又好吃 太成功了 没有声音开锅 没有声音开盖 三二一开盖 哇塞 超可爱的 哇 甜的下面你们你们吃过吧 快试试吧